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主持人张光北 人生极为重要的三件事 用宽容的心对待世界 对待生活 用快乐的心创造世界改变生活 用感恩的心感悟世界感受生活 真正成功的人生 不在于成就大小 而在于你是否努力地去实现自我 喊出自己的声音 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走进荣耀时刻 与成功者对话 请看大屏幕 张彪 香港城市大学博士 复旦大学EMBA 中科园顶北京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 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与医药专业硕士校外实践导师 四川大梁山诺顶爱心小学名誉校长 上海市和平歌慈善基金会创始人 中国健康产业企业家 以利他心 尽精微 则一业 终于生为信念 致力推广 木拉德 以养化弹养生法 以非药血管精准健康管理 服务大众健康 主要 上海高龄者友好小区满意度 自我效能 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中科诺奖智慧健康指数报告 走进健康门 天然抗氧化剂 虾青素健康 一氧化弹健康心动力 内科慢性病管理 健康管理与促进理论及实践 好血管靠养护 血管精准健康管理心动力等出版书籍 接下来有请 利他心 敬精威 择一夜 忠义生的张彪博士 有请 高卫老师好 欢迎您 大家好 非常高兴地认识您 常说心中有爱 才会有渡口 心中有池 才能行之安然 您作为大江港产业 三十年的 资深人士 首先说一说 你与诺贝尔奖 科学家 费里德 莫拉德博士的合作吧 好的 我记得是 2005年 在一次诺奖科技高峰论坛上 我有幸聆听了1998年研究一氧花旦 获得诺贝尔奖科学家 莫拉德博士的演讲 到2017年的时候 莫拉德博士将自己的头像 自己名字 都做成商标 以及将产品的知识产权 全部转交给我们 并且在美国也成立了 莫拉德集团 所以说我们在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 两个市场同时开始销售 莫拉德博士的产品 和践新 莫拉德博士的一氧花旦养生法 我们每年还应邀参加进博会 我们这次的进博会 也将参展莫拉德 在国外研发的系列产品 也希望大家去看一下了解一下 2009年 凭着对诺奖科技成果的信赖 和一氧化旦健康理念的敏锐判断 张彪博士依然扛起 诺奖一氧化旦养生理念的大旗 开启了与诺奖大师莫拉德博士合作 积极推动诺奖科技成果 在中国的发展 并率先引进诺奖一氧化旦健康精品 同时向全国推广 一氧化旦养生法 开展诺奖科技与健康同行活动 举办诺奖健康科技节 他们一起关注中国人民 对一氧化旦养生法的进行和反馈 不断推动一氧化旦精品 代代升级 为什么我这么痴情于诺奖产品和莫拉德产品 大家知道 大家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产品 一个核心就是产品品质要好 功能要好 那么品质好 功能好 让顾客相信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科技 第二点 我们以科研来保障我们的产品品质和效果 在2012年 我们与中国体科所尤春教授 对拿这个产品 让优秀乒乓球运动员 在提高运动成绩 消除疲劳 改算睡眠上面 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你们与中科院合作 使你们的产品研发又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是吗 大家知道 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科研机构是中科院 那么也是因为和中科院的合作 我们劫持了这个赵宝路教授 在2014年 我们进行了这个 让他做实验 这个实验我现在想起来非常有价值 因为这个实验 我们获得了很多关键性的数据 然后对我们的配方升级 那么到2019年前后 我们继续把顾客使用的功能收集上来 重点在心脑血管健康方面 这个实验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我们选对了产品 选对了一款具有科技含量的产品 通过于2006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乔治·斯穆特 1991年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 厄温内尔 2013年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 兰迪·谢克曼 2014年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 爱德华·莫索尔 1988年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哈特·穆特 米歇尔 等多位诺奖科学家 展开战略协作 共同探索 前沿健康成果 在中国的社会化应用 以一氧化带养生法为核心 以科技力量印证产品品质 赋能品牌信心 穆拉德新动力 以匠心为人民生命健康 增添强大的保障动力 一个好的产品需要有心人的呵护推广 一个好的项目 是要有远见的人去认真的经营 您能不能讲述一下 您是如何从最早的以健康产业为中心 转变为以系统的健康管理服务方案为中心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一开始我们也走入一个误区 我始终就想 我一定要搞一个最好的产品 把它研究透了 一定让人人用的有效 后来我发现 错了 我们在实践当中发现 用的好的顾客 和用的不好的顾客 他们在吃产品上面没有区别 但是他们生活习惯有重大的区别 穆拉德说 你不能仅靠我的这个产品来改变别人的健康 应该要践行我的一氧化的养生法 这个是我才觉得 当时穆拉德博士讲的特别有意义 什么叫一氧化的养生法 叫什么 合理的吃 快乐的心情 在这技术上面 再选择合适的产品 所以我们放弃了以产品为中心的思维 走上了非药血管精准健康管理的路程 帮助人们获得健康 保持健康 你们的优势是什么 我们这个非药血管精准健康管理 我觉得我们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是诺奖科学家和诺奖产品 诺奖理念的支持 第二个呢 我们也是通过大量的这个实验 有很多方面的论文 也支撑了我们这个提出的理念 所以说 您写的这几本书吧 这本是 一氧化代健康新动力 这是我大概三十年 研究健康和十年 研究一氧化代 这个写的这本书 大家也知道 我认为健康最重要的是 首先帮助人们 树立健康的观念 我和零点公司 有一起写了中科诺奖 智慧健康指数报告 但是我也是非常重视这个 这个健康管理的研究 然后呢和众多的医生 写了慢病 内科慢病管理 好血管 靠养护 血管 精准健康管理 新动力 这本书也即将出版 第三个 我觉得做 特别是我们的健康产业 规范非常重要 我们做出了我们的 非要血管 精准健康管理 保健服务的 规范的企业标准 放在国家标准服务平台上面 公开的展示 让大家监督 第四点 我们用数字化应用系统 在24小时内 对顾客的健康 能够进行有效的监控和管理 诺百年AI数字健康管理技术 基于云计算 物联网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通过健康管理技术平台 智能穿戴设备 和健康管理干预方案的综合应用 实现用户的健康监测 行为监测 数据分析 信息传达 和个体化健康干预等功能 从而 帮助用户维护血管健康 预防慢病 控制生活方式风险因素 实现生活方式数据化管理 最终实现全生命周期 血管智慧健康管理 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 全面提升人民健康水平 这个人到终点啊 张博士 负重前行 你这么一路走来 有努力 也有成功 有辛苦 能告诉我 你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 我在高考体检的时候 才十八九岁的时候 我就检查出 我的血脂高 料酸高 脂肪干 我当时就很紧张 我就问 为什么 我也不胖 为什么我有这些血脂标不好呢 这个医生说 遗传的 我就 今天听听这个方子好 我也拿过来用用 听听那个方子好 也拿来用用 后来就决定了 干脆就干这个产业吧 为自己也得干 对 为自己 就把它当做一项事业了 我真是在这种 因为自己的原因 在这种环境下面 在坚持 把健康产业一直做下去了 但做的过程当中 确实因为很多人 因为我们的服务 获得了健康 我也感觉 是一件 做一件事 健康产业 绝对是做一件 功德无量的事情 这因为是 千万的顾客的 健康的改善 支撑了 我走下去 这么越走 我就越往下钻研 越钻研 就越有好的东西发现 就是这种快乐 发自内心的快乐 远远超越了 这个是一份工作的需求 我们常说 生命是一种回生 付出爱 才能收获爱 付出感动 才能收获温暖 再看您的话题时 有两句话呀 感动了我 你秉持一手 牵着孩子的未来 一手牵着老人的健康 多温暖的两句话呀 你是怎么做的呢 我想这个缘起吧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 读书的时候呢 家庭呢 都是比较困难的 包括我本人后来是 工作后才读的研究生 读的博士 比如说我本科时候 当时我为读不读研究生 读不读博士 我都纠结了半天 后来心想 不要给家里添负担了 还是出来工作的 等到挣到钱了 能养活自己了 再继续读书 大概2015年的前后 一次跟着朋友 也是我们的老领导 去大梁山旅游 当走进大梁山的时候 被那里的贫穷落后 深深的震撼了 比如说我捐助的 这个希望小学 它这个村庄 它在山区里面 在云间 它离最近的小学 一个孩子要上学 从这个村子走 最近的小学 单趟要四个小时 而且还不是说 我们走的平坦的路 还要爬山 还有风险 所以任何家庭 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 去上幼儿园 或者上一年级 那么如果 这个孩子不去上学 失学的话 那么它意味着 他就人生 终身受不到教育 要想改变 自己的孩子命运 旧的必须在这个村庄 必须建个小学 孩子要请志愿者来 所以说在这个 当时的索马化 基金会的知识下面 我在一个最贫穷的地方 这个建了这个小学 所以当时 当时也是看到这些孩子 这个清澈的 这个眼神 渴望知识的 那个那种渴望程度 也进一步 深深的震撼我了 所以我几乎每年 都要去一趟这个 诺林爱情希望小学 做些见证活动 但是今天环境好了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 扶贫攻坚站 真的非常有益 这个村庄路通了 原来找一个支教老师 哎呀真是费尽了 我们的心神 但是呢 因为路通了 交通方面了 现在这个学校 有五个支教老师 那么就是什么 对孩子语文数学 体育就可以分分 别类的教育 原来长期是一个老师 带四个班 现在有五个老师 到那里了 哎呀我们感觉是什么 真是国家的变化 对我们每个人 对一个社会 影响是特别的大 而且我自从这个 做完这个大梁山 爱情小学捐赠以后 我专门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 慈善基金会的目的 就让我们企业和员工的 爱心捐赠活动 叫制度化 规范化 长期化 因为我每年必须要注入 什么 两百万资金 感谢观看 刚才您说 一手牵着孩子的 您能不能说一说 一手牵着老人 对他们的健康 你都做了什么 因为我这个人 是搞科研出身的 我非常关注 一个人怎么样 才能活一百岁 所以我在上海的时候 几乎每年都和上海的 这个相关的社老机构 走访百岁老人 然后呢 从这百岁老人当中 找出他们能够健康 尝受的规律 我发现这些百岁老人 各种生活习惯都有 但是有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有个什么 宽广的胸怀和快乐的心情 在去年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企业也经营非常困难 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想到 企业怎么样度过难干 而是首先 能够给上海的老人 健康带来一束光 所以当时我们捐赠了 价值1500万的 我们的产品 指定定点送给上海的 需要健康的老人 多年来 穆拉德心动力 先后为民族登山事业 抗击新冠 扶贫工程 健康科普等捐赠了 数千万元爱心物资 先后捐建 四川大梁山 诺顶爱心小学 一对一资助大梁山 红西初级中学学生 发起贫困山区儿童 阳光午餐 西藏日喀泽贫困助学行动 关爱与党同龄 百岁老人等工艺项目 听您讲工艺的同时 也见证了你背后成长得住 您能不能说一说 你在2023年8月 助力母校捐款的这件事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大学毕业 正好30年了 当时我的母校叫 西北清工业学院 现在叫陕西科技大学 正好我们同学 这个回学校 这个参加这个 毕业30周年的活动 当时呢正好 跟老师在一起聊天 我跟老师说 我说 你们当时教我了什么内容 我可能就是嘛 没有完全记住 但是老师 你的有些观念 对我们人生产生了 这个深深的影响 所以我想借这个 回学校的机会 我也想对学校 这个能有点捐赠的活动 这个助力 这个贫困家庭的孩子 给你的母校 捐了多少钱 我大概是首期是 准备捐个一百 岁月因感恩而耗重 生活因知足而温暖 所以说您和您的团队 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呢 刚才我前面教了 因为我的行为 我的理念 也在根植在我们的团队 我们要求我们的团队 第一个肯定首先 要什么 新的端走的正 要有爱心 因为我们每 我每次搞这种 捐赠活动 爱心活动 都是带着我的团队 一起做的 而我发现 这也深深地影响 我们的团队了 比如说我们在大梁山 捐赠这个 爱心活动的时候 我们的很多员工 也纷纷对孩子 一对一的帮助支持 每年都给他们 必要的费用 并且还跟他们进行 苏信沟通 引导他 教育他 我觉得这是我们团队 把这个爱心文化 制作团队 第二个我们团队 弘扬这个孝性文化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 刚才讲 一手牵着老人 一手牵着孩子 我们也经常带着员工 去这个进老院 做一些公益活动 也会影响 我们的员工的思想和理念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在上海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捐赠了价值 1500万的产品 也是支持 主要重点 定点 就是为老年人的健康 提供服务 第三个 我觉得我们的团队 要弘扬什么 这种勤奋和服务的文化 因为健康的本质就是服务 所以勤奋和服务 也深深地支持了我们的团队 一个团队能为一个目标 而共赴前程 这应该是一种能量的加持 30年的努力 让你们赢得的荣誉 又哪些呢 30年企业经营当中 因为我们很注重 自己的企业的口碑 也很注重自己的产品的品质 也很注重 这个社会对我们的认知 所以我本人也是 以勤奋 努力 正能量 自我要求的 为了弥补 我专业的不足 我又专门 读了北京中药大学的 中药学的本科 还有读了一个什么 这个中医学的本科 就是以弥补 我专业知识不足 然后呢 后来又读了博士 我想我以自己的行为 来影响我的团队 让我们的团队 让整个社会都要把学习 形成一种风尚 但我自己本人也获得了很多什么 几乎每年都能拿到一些 优秀企业家的证书 那么对我们的企业来讲 我们企业因为 产品的科研的研发 比较到位 所以我们的产品 也在各类品奖当中 经常获得各类什么 优秀产品奖 这个优秀品牌奖 科技什么 这个进步奖 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企业 也基本上 也获得了荣誉 我觉得 我们的行业有句话 金杯 银杯 不如老百姓的 口碑 我们更关注 是这个国家 社会和顾客 对我们的认知 所以我们 一定要什么 精益求精 就如我们企业文化讲的 静精威 利他心 折业 中医生 高标准 严要求 为顾客的健康 能够做出更好的服务 说得好 经营好事业向阳而生 与张苗博人交谈十分快乐 让我们不负岁月珍惜当下 一起努力迎接 如约而至 美好明天 我相信心有卵阳 人生自有光亮 鲜花送给您 谢谢 唯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